今天是拜拜的嗎? 再加一些運氣之類的 就開始養小鬼了 亂講 這是標題喔 沒有開始養小鬼 沒有從泰國的記憶尊回來 因為都同時進到同學公司裡面 那你還喜歡公司 對 然後也是有原因進到這個 在第一期裡面我們有提到驚喜 對 然後都 所有的故事就是後來 到驚喜之後來發生 我們很開心的 因為我們 我就認為啦 不管是誰的 我覺得都是騙人的 對 都是騙人的 開玩笑 都是開心的啦 因為你 我們都是代表婆婆的 如果我不想的是騙人 不想的是騙人 當然都很想要 對 就是不管怎麼樣 還是希望她還是開心 然後也代表整個婆婆的團隊 就是整個團隊的容量 我就有一個小小的建議 一定要把得這樣改名想好 對 因為就是你會覺得不可能 不可能 然後 然後你真的 我完全沒有想 因為我覺得不可能 真的喔 然後後來想好了都沒有得了 到底要不要想 到底還是 但是我還是覺得要想好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就是 欸 然後對 然後你想要說 欸我可不可以上訴 然後我這次想好我要好好表現 所以還是要想好想好一定要想好 兩位有開始想 今天我也覺得可以想 我從初到底開始想 初到底 17歲的時候就開始想 只是加加減減而已 今天拜拜 玩笑 增加一些運氣之類 就開始養小鬼了 不要亂講 不要 我請朋友從泰國 這個是標題喔 不要一開始想小鬼 我請朋友從泰國記憶尊回來 對 我那時候得獎的錢 我真的有重點 夢到什麼 就是很奇妙 我夢到什麼 就是很奇妙 我夢到最後去學校考試 然後考的部分 喔 其實我上次拿獎試 好像有真的有 我媒體寫過 我忘了 好像是 喔我夢到我全部共孤啦 喔 我也是真的耶 所以 對對對 想反了就對了 我夢到對喔 因為那兩次是男主跟男佩一起錄 對 然後我夢到兩個都共孤的 對 我夢到兩個都共孤的 好是考一分 我這種 我壓力超級無力的 就是會失眠 然後生不少 然後 尤其劇本裡面 很多的 刑法 我必須要真的懂它在 表達的是什麼 然後一字不漏的都要講出來 在 在 在 你戲裡面這樣子 他真的好棒 他要寫 編劇寫錯 他還會去查什麼刑法 比如說刑法 153條是什麼 什麼 我只是把它背好而已 他是查內容 這裡去上網查內容 然後就是 他要完全 他既然講到 他都要知道這樣